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接连停播了快乐大本银河天天向上后 向往的生活播完第七季后也将暂时告一段落 芒果在综艺领域损失惨重 但好在 浪姐和皮哥这两大系列依然坚挺 尽管有多少好评就有多少争议 但观众们的热情并未减退 如今 浪姐4正在热播 孟佳 周比昌和郑秀妍的四公帮唱备受期待 成团夜前的武功质量也不会差 而且第一季经典的复活赛也将回归 浪姐4的精彩还在后头 尽管浪姐4进度已经过半 但对于成名艺人团选综艺的爱好者来说 皮哥3正在筹备的消息足够令人兴奋 按照芒果的排播计划 皮哥3确实应该已经提上日程了 近期疯传网末的完整阵容引发了全民热议 虽然郑中基 许葳 刘宪华等人拉低了阵容可信度 但该名单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节目组可能正在进行最后的阵容微调 近日 某票物账号再度曝光了皮哥3的新名单 11组歌手被提到 其中既有上个版本阵容中的老朋友 也有首次被提到的新朋友 出舞台录制时间被爆是6月30日 首先 林志颖出现在了两份爆料名单中 他最终加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 去年经历车祸事件后已经复出 甚至重新玩起了赛车 林志颖如果加盟皮哥3的话 那么以他的资历和国民度 应该会是节目组选定的准C位 但求他目前的身体状态能承受唱跳 如果只是站桩的话会留下很多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 林志颖最近以代言人身份给某品牌站台时 颜值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那句岁月没在他脸上留下痕迹 但车祸留下了的评论令人唏嘘不已 路易虽然是第一次出现在皮哥3的爆料阵容中 但其实有迹可循 因为他差一点就加盟去年的皮哥2 只不过口罩原因影响了当时的剧组进度 以至于错过了皮哥2 此外 路易和张云龙在《妻子的浪漫旅行6》中 也确实证实过这件事 他对这个节目并不排斥 所以他加盟皮哥3的可能性很大 门面单单稳了 黄宗泽同样又出现在了爆料阵容中 而且他加盟的呼声一直很高 但据悉他即将进组拍戏 档期上明显是冲突的 值得一提的是 黄宗泽加盟的最好时机其实是皮哥2 因为他的两位好兄弟林峰和吴卓希都在 但可惜观众没能看到这样的《有声之年》系列 胡彦斌已经结束了天赐的声音4的全部录制 而且目前并没有演唱会之类的形成 所以档期上是合适的 也或许他早就为皮哥2控出了档期 胡彦斌的唱跳能力未知 但他一直是一个愿意尝试和挑战的歌手 而且有着编曲鬼才称号的他 或是分组环节的香波波 队内有一位随时能编曲的高手 简直不要太强 有趣的是 胡彦斌于6月11日转发并回复了蒙网友好奇 他还能不能唱出月光当年的魏的一条动态 霸气直言当年可以今天也可以 胡彦斌的这条动态 被不少网友视作是在为加盟批歌3 且出舞台唱月光预热 虽然有点道理 但还是太牵强 但愿他和芒果能双向奔赴吧 同为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汪峰和杨坤如果同时加盟批歌3的话 也不失为节目的一大看点 但两人是否接受唱跳需要打个问号 芒果如果能同时邀请到汪峰 杨坤 胡彦斌和陆毅的话 那么批歌3内地艺人的阵容深度应该不弱于港台 去年郑军艺人独自称局面的尴尬不会重现了 坊间虽然有汪峰自称是华语摇滚半壁江山的传言 但其实是断章取义的结果 更何况他的代表作数量确实多 再加之汪峰定律的存在 他的口碑其实很好 加盟的呼声也不低 但是杨坤的口碑不太好 除了时不时传出的绯闻之外 他对多位圈内艺人口无遮拦的评价备受争议 尤其是曾在直播中说刘德华不算歌手 口碑一度跌至谷底 0713男团爆红于去年上半年 当时他们加盟批歌2的呼声非常高 但意外的是芒果居然没有邀请他们任何一个人 即便苏醒去年公开在社交平台自见过 如今他们再次出现在批歌3的爆料名单中 笔者认为今年应该有戏了 但大概率不会六个人合体 因为苏醒已经在小号暗示过 文暗示虽然 但是档期实在配合不到啊 配图是两个人拿着镰刀在山间小鹿披荆斩棘 所以他可能受到了邀请 但档期有冲突 至于其他五人中谁能加盟批歌3 笔者猜张远和陆虎的希望更大 他俩合体的综艺感很好 而且单人的人气也够高 同时录制剧好听的歌应该不是问题 范逸晨加盟批歌3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一方面是因为他飞行宝岛季如今看来就是预热 另一方面是因为知名娱乐博主登登曾爆料过 而他的消息一向很准 范逸晨有大热代表作放声 但从宝岛季的表现来看 明显属于涉恐人士 不知道会不会遭遇去年批歌二中黄一达的剧本 最后 马博谦 蛋壳和宝石老舅三人都是说唱歌手 马博谦拿到明日之子的亚军后 尝试过演员行业 但目前的重点是综艺 几乎已经成为了观众口中的综艺嘎 蛋壳依然属于地下说唱歌手 去年就曾多次出现在批歌二的爆料名单中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通过芒果的背调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今年加盟依然够呛 宝石老舅已经混到了地上 和大部分说唱歌手彻底拉开了差距 尤其是今年常驻了哈哈哈哈哈哈 以及备受肯定的新座电梯战神 甚至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眼粉 值得一提的是 批歌一有五位说唱歌手 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所以节目组在批歌二只邀请了杨长青这一位纯说唱歌手 如果批歌三有三位说唱歌手的话 在这方面好不容易挽回的好感有可能会瞬间败光 去年批歌二拟邀名单疯传时 0713男团已经翻红 苏醒正好在该名单中 当时他直接发布表态能不能别走拟邀 能不能实际来邀邀 目前没涨价 配合度高 档期还有 随时可聊 但最终没能出现在批歌二舞台 但是今年苏醒似乎真的得到了批歌三的邀请 他前段时间在小号发布虽然但是 档期实在配合不到啊 配图明显是披荆斩棘 但可惜今年可能还是错过 当然了 目前不能完全排除苏醒加盟批歌三的可能 或许他会暂缓自己的演唱会 也或许愿意为了批歌三付点违约金推掉其他通告 从批歌二开始 0713在就业男团的呼声就非常高 笔者认为芒果今年应该会请一部分 即便不是苏醒 也可能是其他成员 而且至少会是两位 那样的话综艺效果以及PK效果都有了 希望笔者猜测成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打赏很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